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受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这个文艺晚会海报 以及这个体育比赛海报的一些用途以及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学术报告类海报的它的一些特点以及一些用途 首先呢,我们打开课件 在这儿呢,学术海报相对于电影海报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海报 因为它的形式呢,很固有,很单一 可能不是太多的变化 而且它的一些特点呢,也与这个商业性的海报有区别 它通常呢,都是在一些高等的院校里会产生的一些海报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 学术类海报呢,其中包括你这个学术报告的一个名称 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名称 其次呢,它会对这个报告人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受过什么样的奖项,然后认职,然后它的一些啊 荣誉 因为你要发起这个学术报告的话,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比较有权威的 学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系统专门的学问 指呢,这个高等教育或者研究 是对存在物规律的学科化 所以呢,它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报告 做图呢,在这构图呢,海报的构图呢,似乎也更严谨,更严肃 是这样的 同样的,它具备这个,一个时间和地点 学术讲座的一个时间以及一个地点 再然后呢,就是这个学术的一个发起人 或者说是一个主办方,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章呢,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学术报告类比较常见的一个海报 这是它只不过是它写的报告的内容呢 不是很相同和第一章海报 那么它是一个医疗研究方面的 也现在说明了它也是一个系统专门的一个学问 也是同样具备这个时间地点 承办的一个方 第三章同样也是 或者说我们在百度上看更多的图 同样它也是 有一个报告的报告人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主讲人 然后这样,有它的一个简介 个人的简介 题目,所要报告的题目 时间地点 其他的内容就没有了 大部分可能是吸引一些学生 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现象 针对这些现象呢 他们做一个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写出报告类海报 它的第一个产生的原因 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 也是一个信息的传播 只不过是 它需要传播的人呢 可能是在一两个点上 并不是受众于所有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人 更有针对性 那么第二呢 第二点呢 它也是同样具有这个刺激需求 引人发行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审美作用呢 它可能不会涉及太多 第二个特点呢 它通过这个 对这个学术深入的研究以后呢 可能就是让人们进行一个反思 这是它的一个目的 也是这个学术海报 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 有别于电影海报 与这个文艺晚会类的一些海报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 就是说 学术报告类海报 也可以做得很具有这个美感 就像这个 这张海报一样 其实也比较简单 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不适应的话 就是我 颜色啊 构图我都找不准的话 你可以去模仿 今天老师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在这里呢 Ctrl C就可以了 选中它 然后回到这个Photoshop里 Ctrl N的时候呢 新件 它会按照你 剪切 图像 的尺寸 然后进行一个 设置 当然如果你想 印刷的话 你在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去选四色 如果是只是在电脑 屏幕上显示的话 那三色就可以了 Ctrl V的时候呢 会弹出这个 智能对象 像素 然后落镜 形状 涂层 我们选这个智能对象 到这儿呢 粘过来以后 它就是一个像素都不会差 那么同样呢 你在 在这个 建好的这个文档里呢 在这个上面 点复制 那么就可以 得到另外一个 因为这张图形的时候呢 你会看 放大的时候呢 它会试证 因为它是 位图 而不是 矢量图 它是由这个 像素点组成的 那么 我想印刷的时候 觉得它太小 像素太低了 那不够我的需求 怎么办 我在这里 可以改一下 一般你改到 72也可以 一般 做写真 可以放到 这个 100 这张图 放到100了 然后 它一些 字呢 就会变得很模糊 我们需要对它 重新以一个设计 重新以一个设计 那么在这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拉一些参考线 然后文字呢 你可以重新打 颜色呢 我吸一下 它这个里边 这个颜色 我可以填充 关掉 可以填充 上面的这些字呢 我可以重新的去 整理 了解一下这个字 具体它用的是哪种字体呢 可以去试 这个我们讲 之前讲字体的时候 已经学过了 这是黑体 然后等这样呢 是送体 至于是哪种送体呢 你就可以去找 一般呢 可能是这种小标送啊 或者方正的大标送 等等这样 然后我们说一下 它这个数字体 其实也是 比较简单 然后比较常见的 一种图层上的应用 把这个倾斜 给它去掉了 这个里边没有太多的字体 这个应该是加粗的一种黑体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 有个弧度的 这样 没关系 你可以先 试着把它做出来 方向 我说你用钢笔工具 直接去对它进行一个 抠出来 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的 在这对它适当的加速 效果而不是很理想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钢笔工具 去对它进行一个 抽选 按住设备键呢 那它就是一个 纯水平 或者说 绝对垂直的一个 按住 按住奥特线 点这个锚点 要不然你下一笔是这样 点过来的 按住奥特线 点下这个锚点 下一笔就值得 好 然后你新建一层 Ctrl 税有的加恩 天冲 天冲中白色 我们先把它隐藏了 它是有一个 外发光 你可以去做这个外发光 在这里比较简单 当然它有可能发的是 系统默认的这种 额黄色的光 你也可以去改 其他颜色的一些光 这是比较简单 以后我们也会讲一些特效 然后 这二课呢 就讲到这 我们只需要记住 雪术类海报 它的主要一个特点 就是 刺激需求 刺激一部分小众的 一部分人的需求 让人们就是发现 去对它这个 雪术呢 有一个深刻的去认识 产生一些共鸣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日课 讲这个 个性类海报 它的用途 以及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下日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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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